專注熱身 練習 已經拿過兩面奧運金牌的 許淑敬 絲毫不鬆懈 舉動練習不需同伴 單調枯燥 許淑敬樂在其中 背後推手就是他 教練蔡文藝 他不受到旁邊的影響 他只知道他的呼吸節奏 用力的節奏 重量的感覺 幾乎不用多指導 蔡文藝負責選手勤鬆 幫許淑敬調整身心與健康管理 備戰世大運 我想你應該是自己的 那我們還是拆擠文字好文法 不管怎麼樣的話 我們更能交百件 他就是會提醒我就是 重量不要一直加太重 就是先穩穩就好了 對 許淑敬自2011年 深圳世大運拿下銀牌後 2013年 靠山世大運缺席 2015年 光州世大運 舉重慰納入比賽項目 這回台北世大運如果奪金 許淑敬就成為史無前例 中央奧運 世錦賽 亞運亞錦賽與世大運 金牌大滿關殊榮 應該如果不是在台灣 也不會參賽世大運 對 然後就是因為在台灣 所以就是為台灣拚一下 對 許淑敬說自己一天沒練習 就渾身不對勁 這回世大運要為台灣 再拚一面 舉重金牌